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8月11日 也是圣嘉兰真女纪念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天父的小孩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马斗福音第18章 第1至5 第10 第12至14节 在那时刻 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 在天国里 究竟谁是最大的 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 使他站在他们中间 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子一样 绝不能 进天国 所以 谁若自谦自卑 如同这一个小孩 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 无论谁 无论谁因我的名字 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 就是收留我 你们小心 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 因为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天使在天上 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 你们以为如何 如果一个人有一百只羊 其中一只迷失了路 他岂不把那九十九只留在山上 而去寻找那只迷失了路的吗 如果他幸运找着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一只 比为那九十九只没有迷路的 更觉欢喜 同样 使这些小字中的一个丧人 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世经小帮手 人即便嘴巴不说 心里却都想做最大 我们喜欢被说是最聪明 最能干 最成功 最幽默 最善良 最努力的 这些罪 让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有价值 然而 在展示自己的时候 你是否难免感到心虚 不安 你担心别人看出自己的特长 有部分是刻意装出来的 你也害怕哪一天 有人会比你更好 更受宠 你知道吗 这样复杂的思虑 不是天主要的 相反的 在今天福音中 我们看到耶稣对孩子们的喜爱 也许耶稣花了很多时间 在观察他们的天真 单纯 以及他们对天主 对自己的照顾者的信赖和依靠 小孩没有大人的能力 聪明 经验 但不同于大人 他们有一种天真 和真诚 小孩们很天真 很直接 想到什么 就说什么 从来不会掩饰 也不担心自己说了不对的话 会被嫌弃 即便真的说错话 做错事 小孩除了相信 自己会被父母原谅 包容外 并无其他选择和弥补的方式 天主也要我们像孩子一样信任他的爱 在全能全知的天主眼里 我们不需要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因为天主就像父母 对每一个孩子都有独特的爱 即无限的包容 天主对我们的爱 不会因为别人比较讨喜 而被打折 今天 若我们对他人 还抱有比较之心 让我们记得耶稣的话 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丧亡 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 没有人能够让谁 在天主心中的地位降级 我们又何苦 在比较中 为难自己 其他人呢 请品尝圣言 莫想天父 多想让你体会 你在他面前 永远是儿女 永远都是被爱的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当你怀疑自己的价值 或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时 切记天父 已经肯定了你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请教我像你一样 活在天父爱的怀抱中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意识到 我们永远是天父疼爱的儿女 我们明天再见 十一期 一期 敌人 25 7 4 4 3 5 5 7 7 7 5 7 7 9 10